在聖靈的運作 當我試用和運作時 我是一步步提升的 起初去的時候 只是為人安守 但後來我就嘗試一下 好像我看到那些復興聚會 怎樣大一群人很科熱地祈禱 就像我這兩次這樣做 發覺那些人經歷不強 這就是一路嘗試 而在聚會有時敬拜 有時幫他們投入 整個聚會都是很多人經歷的 所以我們去的人 每個人都分頭去為那些人祈禱 這是一種操練 不是只為一個人祈禱 而是將來你去到火熱很放 你又去帶一群人去投入 那你做過 你就會有信心以後 一路提升 為什麼我會想你們去做呢 因為我每次都會 如果我做我永遠都做慣了 那我做慣又是我做又是我做又是我做 那你經常都是我做 那你經常都覺得 你自己在做什麼呢 如果簡單 如果用香港話 就是經常都是經常都是經常 那你跟著隊 就OK 但你要帶隊 你就不行 所以有人願意 我是願意讓你上位 去真的釋放你 上位 你試一下做 嘩 不同了 例如有些例子 那人經歷到聖明 我說你再投入一點 嘩 他立即那種力量大到不得了 也有些很大的 很大的捆綁 一祈禱 放一頭 享受神力 我立即就釋放 看著聖明的工作很強勁 那些人又說 感受到火 又願意熱心事奉主 我願意毀身 這些是我們經常都見到的事情 那你做慣呢 你就說 其實香港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見到哪個人 又是幫他去經歷聖明 又是去鼓勵他 那他就興起了 即當你做慣呢 你就發覺 原來我可以做這麼大的事 就是興起這麼強勁 這麼毀身 這麼大的能力 這麼大的改變 那也都呢 通常來說是這樣的 我和他祈禱討帶領完聚會 我又問回他了 你有什麼感受 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你這樣經歷 你覺得怎樣 他又覺得怎樣好 我說 你又可以提升 你以後怎樣提升 然後你又可以怎樣幫人 即我每次去 我就是這樣一個個興起的 有些人就是這樣進入侍奉 所以我希望大家聽完我講 他心裡面就會搞動了 好 試一下 踏出一步 即能夠越來越大的 越來越大的進入 即進入了 即將來講訊息 分享怎樣又厲害 其實我一樣 很多東西都想訓練 不過未處理好生命 訓練這麼多 那些訊息又會空返 因為你未懂得講 處理生命的道 即是你說的 別人 你一定有這個經驗 每一個都一定有經驗 有些人是不知道自己有這個問題 即他不知道自己裡面有 原來我的情緒沒有處理好 原來我捉住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他不知道 不知道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 他覺得沒有什麼 因為有個傾向 可能是石心 即是未必去到這麼厲害 不過輕微有 即是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感覺 不代表他沒有什麼 不過他沒有感覺 他可能裡面都是不開心 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自己發揮不到 他真的會有這些意義 但當他心一鬆了 處理 天天留意自己 一路由起床到晚上 都經常在一個喜樂的狀態 經常有信心的狀態 經常都有信心的狀態 這樣的時候 他見到什麼人 他又會懂得幫他提升 這樣的時候 信心就大了 咦?我興起一個人 他願意侍奉住 我又興起另一個人 有時候可以很吊詭 你可能沒有時間全職侍奉 你可以興起一個人全職侍奉 可能你只是帶職 但你訓練好 你就隨時可以幫到人 而慢慢你就開始 你就可能你說 哎呀我都不想做世上的功了 放手了 我全職侍奉 可能一天 彭信心 因為耶穌會供應 祂會供應你的需要 神會幫到你的 那你又彭信心進入這樣的習慣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